飞向家园是全国首创针对0到18岁,具有重度障碍且照顾困难的孩子所成立的长期照护机构。 在飞向家园里有许多小朋友,是因为先天的缺陷或遭受家庭暴力,身体及心灵都有非常严重的创伤,不仅生活无法自理,且可能导致家属照顾困难,甚至因此被家人遗弃。 飞向家园除了提供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一个安全友善的环境外,近年来更透过智慧医疗的运用,大幅提升孩子们在飞向家园里的照护品质。 此外,医疗照护团队更努力连结特殊教育、赋能训练、企业公益等资源,透过生活重建以减轻障碍程度及并发症,提升孩童日常生活的自我照顾能力。 期望在飞向家园的陪伴与帮助下,这些孩子都能得到最完善且专业的照顾。 市立医生医院呢,跟别家医院不同的一个地方是,我们有成立一个全国首创的飞向家园,这是我们在专门照顾受虐儿童,然后有重症障碍的时候呢,我们提供它的一个养故机构。 其实民生医院呢,一直是以社区型的医院为主,所以我们服务的民众呢,都是我们社区的民众,尤其高雄市民又有很多的劳工团体。 所以我们对于所谓的机构,不管是养护中心的机构,或者是我们公司里面的员工体检等等,都是我们民生医院发展的一个方向。 那这么多医疗方面的讯息呢,就需要一些比较先进的整合。 所以这时候呢,我们就想到了AI科技的一个运用,藉由跟我们高雄的科技园区合作,用AI医疗的科技来资助我们医疗的一个服务。 那我们这次呢,很高兴能够跟中华电信,还有惠家,以及银膏科技等三家的一个产商能够来合作。 那他们有提供我们相关的智慧传电,还有所谓的血氧浓度传输,让我们能够随时侦测这些小朋友,小住民的一个身体状况。 那方便我们来照顾他们的一个生理的健康。 非常健康的孩子是算是比较重症的小朋友,那他们的话常常会有呼吸中心的情形。 那使用智慧医疗导入之后的话,可以减轻工作人员的压力负担。 在我们执行其他技术的时候,也会监测到孩子的状况。 那惠家独创事件领先的非轻入性光纤生理监测技术。 智慧光纤泊电,还有聪明女儿的充电。 我们利用光纤来做生理监测。 那就像在文革活电,我们放在纯电底下,不需要任何穿戴。 也没有电磁波,小朋友只要睡在床上,就可以24小时监测他的呼吸、心率、咳嗽、离床等等。 甚至深睡浅睡、睡眠状况好不好,都全部都监测。 而且如果在发生异常状况的时候,我们的系统会在护理站发出警报, 能让护理人员能够及时地去协助飞翔家人的小朋友。 中华电竞的云端血氧监测方案基本上是采用无线, 而且是由AI智慧引擎所存在的一个血氧侦测方案。 在过往COVID-19的疫情期间,常常有听到所谓的隐形缺氧所造成一些遗憾。 透过我们的血氧云端侦测AI的一个智慧引擎判断, 可以来分析病患的一个血氧状态,来避免这样一个隐形缺氧探视来发生。 我们的方案基本上就可以大幅地提升它整个护理照顾的一个品质, 而且可以大幅降低护理人员它工作上的一个负担。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AI科技在医疗领域的运用, 不单单是在我们民生医院能够充分地使用, 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充分地运用到我们全国其他所有的医疗院署, 让我们全国人民都能够有更健康更方便的一个医疗的系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